在1987年的今天,也就是23年前,教育部宣布中学生的法禁正式解除 原本在这之前,当时的中学生头发的长度,男生是留5分头 女生呢,只是统一限制头发的长度只能留到耳垂上方1公分 这些规定限制了当时学生头发发型的变化 但是呢,大家还是会想办法用打薄厚度等等的方式来做一些小变化 而回想当时呢,教官严格的管教,曾经是北一女一队的校友说 现在想想,其实呢,这些都是对学生的爱护 希望大家用心在功课上,对于服装仪容适当的管理 或许呢,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看看画面里的老照片,里头的学生一个个留的都是青汤画面的学生头 长度统一都在耳垂上方1公分的位置 而这就是1987年以前台湾中学生的法禁 不但规定长度,限制更多 不能够别别子,不能够打薄,不能够烫法 那烫法是很明显的时候,教官会发现 可是你要是打薄的话,其实理法院也知道 他从里面打薄,就让你头发不要太膨 外面看不出来,其实是可以通过的 这样的管制还会因为每个人的头型 耳朵位置不一样,产生不同结果 还有人发明各种形容词,像是香菇,火柴棒 来形容当时的头发 耳垂都会超过鼻子 那我是在鼻子上,所以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我脖子又很细很长 所以当我剪耳上一公分的时候 就看起来真的像,有人形容像一根火柴棒 或一个棉花棒 从里面稍微偷薄这样子 偷薄是怎么样? 大薄 就是从里面稍微把它剪短 里面的短,然后这边就会一个弧形 一个弯度这样 也是为了造型 对对,那个时候比较爱漂亮 不过回首看看当时的法径 却也有另一种让学生专心学习 不花太多心思在外表的意义在里面 完全不规范他,让他太自由的时候 我又觉得 就好像是那种管不住的感觉 然后他们的 很多的 很多的小孩子 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整理他的仪容 法径过度管制与放任开放都不是好现象 应该注重的是维持端庄干净的学生模样 专心念书才是最重要